大家好 我是陸蔣 我在日本有在拍YouTube 把日本好的地方介紹给台湾 大家知道 那今天我来到日本最长寿的县 就是长野县 那为什么长野县的人会这么健康呢 今天我就要来带大家探索这个秘密 今天是我们的长野县介绍的后篇 那我们走吧 长寿长野县 从大自然与饮食感受到健康 我们在此再介绍一次鹿 它是日本知名的YouTube网红 它的频道强韵少女鹿的订阅人数超过20万人 是极具影响力的网红 把日本的美好介绍给台湾以及香港 而今天鹿来到的地方是日本的长野县 这个长野县位于日本的中央部位 来往东京及大阪等主要都市 都是非常方便的地区 此处被美丽的群山围绕 海拔位置较高 夏天气温凉爽 冬天则非常盛行冬季运动 1998年时曾经举办过长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此外长野县的男性平均寿命是全国第二 女性的平均寿命永夺全国第一 所以健康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鹿要利用两集的时间把长野县的魅力 介绍给大家 今天将从北阿尔卑斯地区开始 那我们现在来到长野县的莲池 今天我们下来这里体验森林セラピー 那今天有请到一位导游是中丸さん 中丸さん 森林セラピー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ものですか 森林セラピーは森の中を歩きながら 木や植物から心と体に健康をいただける そういうもので森を利用して散策します では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かね ルーさん 这个森林疗法具体来说 就是利用森林进行步行 运动 修行活动 借此增强免疫力 减轻压力 提升人类与生俱来的 自然治愈能力的一种活动 哇 綺麗 すごい すごいピカピカしてます キラキラ光っているこの水を すごく素敵です 站在美丽的景色之前 中丸女士要教我们呼吸法 じゃあ呼吸法をやってみ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お腹の下のちょっとタンデンと言うんですけど ここに意識をしていただいて まず最初に あのロウソクの火が消えないような ふーっと息を吐い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大体8個缶ぐらい吐いていって そしてあのその後鼻から息を吸います で4個缶ぐらい だからあの吐くのはゆっくり倍ぐらい吐いてください 吐くことによって心の状態が整っていくって言われますので ゆっくりと吐い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すごい手とか暖かくなりましたね ここの新鮮な空気をいっぱい吸ってって 体の中にあの酸素が行き渡りまして 血液の循環が良くなってきますんで あの長くやることで 本当に体全体が温まっていきますんで はい 森林療法最重要的就是 要徹底使用到五感 一边感受树木 水 和風 一边散布 ここの辺の木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けど 木はもう動けないんで はいはい 自分でこう あの外敵が来た時に出す 気発生成分があるんです それがあのロシア語で フィトンチットって言われてます フィトンチット はい それがね 私たち人間にとって とっても気持ちが良くって それが健康を維持させてくれるものなんです でオタリはあの 森林が大体8割 森林に囲まれてまして 日常に森林との あの生活が多いんですよね ですからな オタリの人たちは長寿で 健康的でいられるっていうのが おーなるほど 最後是在森林里平躺 把身体完全交付給大地 借此讓身心放鬆 どうでしょうか うん 自分でゆっくり 目をつぶってもいいですし 木のこの 感じとかね 太陽が入ってくる 感じとかをこう感じながら ゆっくりとリラックスした気持ちで 休みます これ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よ これ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よ はい はい 心會很沉浸 一開始的話是看到藍天 還有樹葉很漂亮 還有太陽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會聽到 水流聲 鳥叫聲 然後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到後來躺一陣子之後 也開始聞到樹葉的味道 就是會變得很敏感 那聽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覺得可以什麼都不管 煩惱都不見了 就心會變得很沉浸 蠻推薦的一個體驗 就很簡單 可是覺得蠻有意義的 今天真的很完整地體驗到了大自然 長野縣應該就是有這麼多 充滿大自然的地方 每天呼吸新鮮的空氣 讓身體跟心靈都可以放鬆 可能就是他們長壽 跟健康的秘密之一吧 先生 今日は貴重的體驗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那現在我們來到 位於小谷村的小谷民餐館 我們要來這裡吃看 長野縣的鄉土料理喔 在小谷民餐館這裡 可以享用到 在小谷村採收的蔬菜 手打蕎麥麵 以及長野縣的各種傳統食物 在小谷民餐館 在小谷民餐館裡 這裡是野縣的 在小谷村上 那我要吃中間的這個 椰子菜 如何? 好吃 好吃 餅乾燥 そうですね 蕎麦粉 小麦粉 在小谷民餐餐館裡 在小谷民餐館裡 炒其中間的蔬菜 有什麼東西? 就是有點像是酸菜吧 然後鹹鹹的 就搭在一起非常好吃 我覺得是台灣人也會喜歡吃的口味 那接下來我來吃吃看那斯 茄子口味 這是焗的嗎 そうですね 製作的東西 然後放在火鍋上 放在火鍋裡 開動 味道完全不同 對 把茄子炒成油 味噌 味噌 好吃 我覺得它這個是用味噌調味的 這個很好吃 就是本來因為我其實還滿怕吃菜的 可是因為它有用味噌調味的關係 吃起來就是有一點甜甜的 覺得這個可能小朋友也會喜歡吃 ではかぼちゃいきます 這個像是饅頭 かぼちゃ自然的 所以很甜 可能會好吃 全然不同 麵質的味道 這個吃起來很像那種日式小點的感覺 大家應該有吃過日本那種溫泉饅頭吧 它裡面就是 吃起來就是那種感覺 因為它這個南瓜 是打成很細的南瓜泥 所以這三種我本來想說 會不會味道很像 結果吃起來味道完全不一樣耶 很好吃 全部野菜なんですけど 中野県的人 你喜歡野菜嗎 我喜歡野菜 我喜歡野菜 特別是野菜 野菜是野菜的特產 所以大家 都市場的人 喜歡野菜 野菜 請問野菜 野菜 一定要吃野菜 明白 吃長野餡的傳統食物 Chanoko 攝取蔬菜 吃得健康 而且又美味 那我們現在來到善澤車站 要坐電氣巴士區 世界也很有名的黑布水庫 走吧 從善澤車站到黑布水庫 搭乘不會排廢氣 對環境不會造成影響的電動巴士前往 大約15分鐘的車程 穿過關電隧道後 就抵達黑布水庫 黑布水庫是在1963年 因日本關西地區的電力不足 所以利用水力發電方式來填補 總共耗時7年才建造完成 儲水量是2億噸 拱壩高度達186公尺 是全日本最高的 從6月到10月中旬為止 可以看到每秒10噸的觀光泄洪 露來到可以近距離觀看 洩洪的彩虹露台 我現在在的這個展望台 是最新的展望台 這個展望台的特色就是 可以跟這個水庫的水 做最近距離的接觸 所以這裡的負離子是最強的 然後這個展望台 可以實際感受到的是 這個水庫有多高 這個水庫的高是日本第一喔 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全長492公尺的拱壩 可以邊走邊欣賞 北阿爾卑斯的群山 呼吸新鮮的空氣 讓身心有灌燃一新的感覺 有彩虹 彩虹出來了 現在太陽剛好照在那個水那邊 就有好漂亮的彩虹喔 超美的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岩堤的中心 你們看 它這裡日文寫 ココワクロベダム的中心 下面就是那個水出來的地方 好漂亮喔 難怪這裡會這麼有名 很像是童話世界才會有的地方 接著要去吃期待已久的午餐了 在修氣所裡可以享用到 以黑布水庫為意象所製作的料理 可不可以做出 沒有? 是 這是一個能量的黑莢瓦 這個會因為黑莞皮的黑莞皮 還有黑莞皮的黑莞皮 黑莞皮的黑莞皮 這還是黄貝的黑莞皮 這是嗎? 這是黑莞皮的黑莞皮 黑莞皮的黑莞皮皮 黑莞皮皮的黑莞皮皮 黑莞皮皮的黑莞皮皮 こちら的黑莞皮 好香喔 那我要吃囉 很像是泰國那種綠咖哩的味道 因為其實日本比較少綠咖哩 所以在這裡可以吃到綠咖哩還蠻特別的 咖哩裡面有一點點絞肉 吃起來有一點辣辣的 我覺得是台灣人會喜歡辣度 很好吃耶 而且那個野奶的香氣好香喔 可可可可可可不民 얘는更多 성 bull的 您還Americans呢 這是新的言辣味嗎 這是抓住 STA 非常健康 pessoal 1914 非常健康的 子供也挺舒服 des 好喚 traded 您需要了沒有看 chang的 結曲了 C naive 就是这个GreenCarré的名字是12年以上前 最初是有点GreenCarré的色味道 味道的酱味道 各种意見をいただいて 每年每年少しずつ改良して ようやくこの形になった 今は割と観光地なのに こんな本格的GreenCarréが食べられる そうですね思いました 思いもしなかったって みんな喜んでくださって 日本はあまりGreenCarréがないイメージなんですけど ここで食べられるのがすごい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そうですね 皆さんそうおっしゃっていただいて 観光で来られるお客さんも 大変喜んでいただいてます これもこの一品もここで一番売れてる 一番ですね 今一日に多い日は千食ぐらいのお食事を ここでご用意させていただくんです そのうちのもう7割ぐらいが黒ベタムカレーですね 那大家如果来黑布水庫的話 一定要吃吃看這個濾ガリ 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完黑布水庫 然後吸收了非常多的附離子 又吃了很好吃的濾ガリ 長野線的人應該就是因為這樣子 也就是吸收這麼多好的空氣 然後吃很健康的東西 才這麼長壽吧 你們看 這裡有超級漂亮 很寬廣的青木湖 聽說我們今天要在這裡 划獨木舟 超期待可以坐獨木舟 看這裡漂亮的景色 青木湖 位於海拔822公尺的高原 面積為1.7平方公里 是長野縣第三大的湖 在享受這豐富的大自然同時 還可以體驗獨木舟之旅 我們請導遊梅田先生 教我們划獎的方式後就要出發了 此外為了保護這個青木湖的 乾淨水質與大自然 因此禁止使用 富有馬達或引擎的船隻 今天要做的是這個巨型獨木舟 可以重做好幾人的獨木舟 做起來會比較舒適 現在出發了 現在出發了 1 2 3 1 2 3 滑這個 我本來以為會更累 可是其實也還好 然後它這邊有用到很多肌肉 這邊會比較酸 可以變肌肉 可是滿好玩的 而且不知道是 這個水滑起來不會卡卡的 這個右邊 紅色的部分 這是木耳 還有 黄色的部分 可能是奈良木 正如今的孔雅 來這裡就覺得心靈都被淨化了 可以在這裡吸收芬多精 富靈體 很舒服 那就是 湖的縁 可以使用森林浴 真的是完全看到最下面 好清澈喔 這裡的水 好漂亮喔 全部都看到最下面的地方 樹根啊 石頭之類的 這就是 正面左邊的森林 通道 所以 慢慢的景色 這就是 好有那種 時代劇的感覺喔 天啊 跟外面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氛圍耶 期待給君子 木下 ギリギリ的地方 所以 頭 背部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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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跟外面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在裡面 有一種被包覆很安心的感覺 這次的獨木舟之旅 因為下雨的關係沒吃到 但其實有的行程 可以在巨型獨木舟上 享用裝滿長野線生產的食材 製作而成的便當 讓你一邊欣賞水面風光 一邊品嘗美食 本來是這裡 你應該要吃飯嗎 對 其實 這裡上 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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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健康的餐廳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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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要試試試看嗎 對 對 自然之間 對 餐廳 餐廳 可以經常體驗 我覺得這個獨木舟很好玩 然後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因為這個湖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寬更廣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剛才那個樹林隧道 因為一進去的時候就感覺到 跟外面的氛圍又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可以吸收很多負地者 最重要的是 覺得心整個被療癒了 然後我自己還有一個覺得很棒的就是 因為我平常其實不太常運動 然後但是用這個就可以邊欣賞景色的時候邊運動 就感覺對健康很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坐這個瀾車上去 那聽說上面有非常漂亮的景色 那我們就走吧 白馬山港 是位於海拔1289公尺高的山頂展望台 搭乘空中瀾車大約需要8分鐘的時間 可以看到北阿爾卑斯壯麗的山岳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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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開放式的展望台上 還能吃到在日本很受歡迎的 The City Bakery 的餐點 這個開放式的展望台上 還能吃到在日本很受歡迎的 The City Bakery 的餐點 那我要吃囉 那我要吃囉 我本來以為它會一整片豬肉都會一直咬出來 結果沒有耶 它一咬就會斷掉 很好吃耶 然後它看起來沒有什麼調味 可是麵包本身就有一點鹹味 然後再搭上這個豬 這個豬吃起來跟一般的豬不一樣 它吃起來很清爽 然後全部搭在一起就很好吃 這個飲品是怎樣 這也是 City Bakery 的人機商品 Hot Chocolat 上面有大型的墨圖 也會載到印度上 非常人気的飲品 好 現在的飲品 對 然後在這裡吃東西的話 可以一邊看後面很漂亮的風景 真的是很棒的回憶 展望台的旁邊 有一個很大的蕩鞦韆 雅厚鞦韆 感覺好像要飛進雄偉的阿爾卑斯一樣 雅厚鞦韆 這次是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 然後我剛才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裡不只是觀光客 還有非常多在地的居民都有來這裡 是一個很適合約會阿 還是帶家庭一起來玩的地方 果然長野線的人 平常就是呼吸這些很多新鮮的空氣 然後在這樣綠意黯然的地方 就是散步阿生活 所以他們可能才會這麼健康吧 謝謝大家收看這兩期長野的節目 這樣大家有更了解 全日本平均最長壽的長野線了嗎 這次我們帶大家去了很多地方 有黑布水庫 那裡有很多負離子 然後還有去廉池 就是那裡學習了比較健康的呼吸法 然後我們還有來到這個 這裡的就是空氣也非常的新鮮 然後還玩那個蕩鞦韆 就都非常的舒服 還有很多很健康的食物 像是大王芥末 非常多健康 然後又好吃的東西 那歡迎大家之後都可以來長野線玩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